孩子要是不爱吃你做的饭呢 可以尝试下不同的菜 不要老是怪孩子敲识啊 我跟你说 专卖店买飞了的牛腩 我们先给它改刀成条 然后再改刀成坨 油热牛腩冷水下锅 再来一勺尿酒 大火烧开以后 把这个白色的泡泡打干净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清洗了 你看相当缩你碗 锅里一勺水再来一勺冰糖 加上一点食用油 像我这样闭着眼睛 不停的搅不停的搅 今天你那个手机要是还有电的话 就帮我也点个小红筋吧 非常感谢 搅成这种枣红色以后 我们再倒入牛腩 这样用糖色上出来的颜色来色泽红润 不会发黑 色泽翻炒均匀以后 我们再放点老浆大火 给它煸出香味 一块桂皮 一个五角 再来一小包这个火锅底尿 先用勺子把火锅底尿干发 再给它煸炒出香味 来入一碗开水没过食材 调味就少许的盐和一点蚝油 大火烧开以后转进高压锅 上汽以后压制十分钟 再揭开盖子倒入土豆 扣盖上汽 继续给它压个三分钟 油热咱们将吃了皮的西红柿 大火给它煲出汁水 再倒入压好的牛腩 调味咱们就一点点生抽就可以了 像这样大火收浓汤汁以后就可以 家里有孩子的 一定要炖一锅试试哦 赶紧收藏好 分享给你 问你做饭的那位吧